由公式赤字两亿拍摄的大剧斯卡罗 由于演出历史内容与事实不相符 引发大众讨论 带有文史工作者与学者认为 再次掀起历史文化的话题 并非坏事 也让大众能够重新关注历史事件 与反思的机会 由公式赤字两亿拍摄的大剧斯卡罗 历史背景位在屏东河村 属于斯卡罗族与排湾族的传统领域 但由于演出的历史内容与事实不相符 也引起大众讨论 斯卡罗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一样 他不过只是陈耀昌一次的 傀儡花的那一本书 傀儡花也是一种小说改编 那斯卡罗这个片子也是一样 他只是一个历史剧 总有一些虚构 我们不能期待他 他只是用1867年多号事件做主体 然后去改编 所以我们不能期待他太多 但是他有很正 我常在讲 他引起关注 引起热议 还有引起大家 重新来审视原住民的文化跟历史史观 并没有坏处 学者认为剧情引起热议并非坏事 也让大众能重新关注历史事件与反思的机会 我觉得不管斯卡罗这一个戏剧 他怎么样处理历史的真实性 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戏剧 他就是从小说改编的戏剧 那么但是呢 因为他处理的是历史的议题 所以就会带出很多历史的反思 那刚好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作为我们 这个多 把角度拉得更宽 深度 钻眼得更深 的一个反思的机会 因戏剧的剧情 是改编罗妹号事件 及历史小说鬼蕾花 除了有历史人物 也有虚构角色 因此与真实历史恐有差异 但也让大众从中看见 当时族群交流的互动 就讲解大人相报道